如果政府來跟銀行擔保你的頭期款 是一千五百萬 而且最高就可以前額免貸款 為了實現讓人民安居樂業競選口號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召開青年購物友好康政策記者會 包出555方案政策利多 尤其滿18歲到40歲 信用沒有重大的一個瑕疵 或是沒有重大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給予前額的貸款 第二個要排斧 那當然最重要的要限手過 我們所有的限制是 我們有個閉鎖期最高是十年 而且你一生只能夠用一次 也就是說政府角色進場 擔保銀行金融風險 每年從土地增值稅撥款 讓5萬戶民眾申請該方案 執政8年就有40萬戶獲利 儘管侯宇一說的鏗鏘有利 但這場趙少康口中識破天津記者會 他本人卻臨時缺席 難道是怕被質疑20多歲就買到多棟公寓 會造成青年的相對剝奪感嗎 趙副總統絕對不怕支求對決 他是今天剛好有一個臨時重要的行程 布置趙少康臨時缺席記者會引發關注 今年年度自選出取悅 也讓侯友宜見到槍 也不是只有七切八切 也不是只有切藥切蛋 唯一不切的就是民進黨 切對人民一個道歉 侯友宜砲口全開 更透過政策牛肉 試圖拯救國民黨在年輕族群 支持度偏低窘境 不過政策能否真的實行 民眾買不買單 更是關注腳底 三十黃之薄後採用A